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会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次转折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伴侣也会非常重要 如果女人下面五个地方比较软 也会让男人越喜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女人五个地方越软 男人就越喜欢 尤其是第四个 天生忘夫 第一个 脖梗柔软 女性朋友的脖颈柔软玲珑 皮肤也会更白皙 也是一种好命的象征 女人穿衣服的时候 如果露出又白又软的脖颈 会让你看起来像是白天鹅一样 非常美丽 女人脖子部位比较软 也会让男人更加喜欢 第二个 女人小腹 女人小腹比较脆弱 如果喝凉水也很容易痛很久 如果你的小腹比较柔软 和家人相处会更加和谐 还可以帮助你 激起另一半的保护欲 让你的另一半变得更有担当 那样就可以更好地帮助你 照顾老人和孩子 家里面的运势也会变得越来越旺 第三个 臀部柔软敦厚 如果女性朋友臀部比较肥大 从生理学角度来说 会让你更加精力充沛 臀部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 也是一种富贵象征 也代表了你的财运更好一点 对于屁股上 比较有肉的女性朋友来说 她们不仅富有智慧 还非常健康 还具有很强的金钱运 第四个 女人的脾气软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妻子脾气 能够更加好一点 和你说话的时候 也可以轻声细语 如果女人脾气比较小 也会给男人一种归属感 女人的体贴 会让男人在工作当中更好地打拼 这种女人是天生的妄夫命 第五个 手掌柔软 女性朋友的手掌 如果比较柔软 也是天生的好命之人 如果手掌比较柔软 那么你很容易嫁到豪门之家 而且也会赢得更多财运 即便是婚后 也不用太过操心 小日子也会更加滋润和舒心 二 这四种女人最让男人朝思暮想 小秋最近很郁闷 因为她一直喜欢的那个男孩 爱上了别人 小秋是出了名的美女 追求她的男生非常多 可她就是钟情于一个男孩 觉得她哪里都好 就这样 小秋放下自己的骄傲矜持 对男生各种好 她总觉得自己都做到这样了 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但却没想到 男人竟然爱上了一个 什么都不如她的女孩 那个女孩不漂亮 工作一般 学历不高 家庭也不怎么好 但她就是得到了男人的青睐 小秋说 如果这个女孩比自己好 自己也算是输得心服口服 可输给这样一个女孩 真的想不通 但其实爱这件事 真的没什么道理 好与不好也没什么标准 在你眼里不怎么样的女孩 可能就是那个男孩眼里 最珍贵的宝贝 后来 小秋不服 去问男孩自己到底哪里不好 男孩说 小秋哪里都好 但她就是喜欢女友身上的魅力 小秋也终于明白 好看的皮囊很容易得到 但想成为让男人朝思暮想的女人 真的太不容易 下面就告诉你 让男人朝思暮想的女人 到底都有什么样的特质 林妖 保持神秘感的女人 说到让男人朝思暮想的女人 第一个就会想起林徽音 这个女人 一辈子被好多男人是做珍宝 徐志摩为了她可以什么都不要 金月琳为了她可以一生不娶 梁思成说 娶到她 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那么林徽音到底何得何能 让这么多男人如此放不下 有一本书中记载 林徽音答应嫁给梁思成的时候 梁思成非常不自信 他不相信林徽音会在那么多人中 选择了自己 于是他问林徽音 你真的确定吗 林徽音笑笑说 我决定用一辈子来回答 你做好准备了吗 说真的 听完这句话 作为一个女人都已经酥了 林徽音太聪明了 她懂得怎样恰到好处的 保持自己的神秘感 她更是明白 男人都是有征服欲的 只有你让男人一直觉得得不到 你才能真的抓住这个男人 这样一个女人 男人怎么可能不喜欢 所以女人呢 想让男人喜欢你 千万别一股脑的 把自己有的都倒给男人 就像是小秋那样 不停地向男人展示自己有多好 男人一开始可能还觉得不错 但没过多久就觉得腻了 于是去选择了一个内敛的 一直让自己觉得有兴趣的女人 要牢牢地抓住男人 就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感 让男人用医生来慢慢了解你 直到最后才看到结局 恍然大悟后 还意犹未尽 02 喜欢读书的女人 记得看欢乐颂的时候 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屈小霄 赵医生 魏兄 安迪四个人玩牌 魏兄和赵医生开了个玩笑 说到了一个世界名著 可是屈小霄没有听懂 闹了大笑话 让赵医生一下子对她非常不满 其实这就是个现实 很多女孩长得很漂亮 但真的不能开口 一开口就会暴露自己的无知 而这样的女人 能够吸引男人一时 却不会抓住男人一世 而且也不可能抓得住 那些优秀的男人 思思的男友 是个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思思在一次贸易活动中遇到她 一见钟情 思思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但是她有个弱点 就是不爱看书 没什么内涵 除了吃喝玩乐 什么都不懂 男友一开始和她在一起 很开心 可是带着她和朋友们 出去了几次以后 就开始对她冷淡了起来 思思不懂为什么 一直追问 后来男友提出分手的时候 顺便说出了理由 她说思思和自己三观不符 其实说白了 就是嫌弃思思梅文化 其实就是这样 男人都喜欢带 能让自己有面子的女人 一起出去 而漂亮 只是女人的一张名片而已 而且漂亮这件事情 通过很多方式都可以达到 所以男人更喜欢 带有内涵的女人出去 他们不轻易开口 一开口却能惊艳四方 这样的女人 才可能让男人依依不舍 所以女人一定要多读书 让自己变得睿智可爱 这样才能变成一个 自信强大的女人 让所有男人都欲罢不能 03 有情趣的女人 刘若英在一篇文章里面写过 她和老公忠实 认识是通过相同的爱好 而他们认识以后 也一起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到了老公求婚的时候 刘若英和忠实说好了 婚后绝不会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还是照常工作 唱歌 演戏 写作 哪样也不耽误 刘若英问她 娶了一个有很多兴趣爱好的老婆 你会不会觉得很亏呀 而她的老公说 就是因为你这么丰富 这么有趣 我才娶你的 如果把你娶回来 你就不干那些事了 只在家里给我洗衣做饭 我才会觉得亏了 你看 什么样的女人才会让男人一直爱着 真的不是你给她做饭洗衣服 照顾好她的一切就可以 而是要让自己拥有有趣的灵魂 让男人觉得娶你 值了 王女士结婚十多年了 老公爱她如初 而她也一直活得像个少女 好像结婚生子 从来没有对她有过影响 好像岁月从来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不过她的日常生活 除了上班 做家务以外 她很少躺在那刷具吃零食 而是学学舞蹈 唱唱歌 养养花 让平凡的日子有声有色 记得她的老公说 有一次两个人忙家务 好不容易弄完 真的是累爆了 结果她刚躺在沙发上休息 就听见王女士对着阳台上的花说 今天你们也辛苦了 周末愉快 那一刻 老公觉得好暖 他一下子就觉得老婆好可爱好有趣 觉得自己真的娶到了一个宝贝 你看 让男人觉得你有趣 才是让一个男人永远爱你的最大保障 因为你也一定不喜欢一个好看的绣花枕头 而是喜欢一个有趣的男人 04 阳光乐观的女人 前段时间有张图片和火爆 一对夫妻出了车祸 两个人没有受太重的伤 但车肯定是撞坏了 两个人从车里爬出来以后 打了电话叫了救护车 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 然后没有急着互相抱怨 而是坐在车旁边照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两个人笑得非常灿烂 看起来非常的幸福 说真的 生活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很多女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抱怨 抱怨男人不行 抱怨男人有错 而男人也会因为这样的情绪 而开始厌烦 这样的婚姻会好吗 有一个朋友 她和老婆一起走过了非常艰难的岁月 这些年创业也失败了很多次 现在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有些人和她开玩笑说 有钱了 不考虑换个老婆吗 她特别认真的说 如果不是她 我走不到今天 不是因为她有多优秀 而是她乐观的心态 每次失败的时候 她都特别的乐观 鼓励我从头再来 陪伴我继续往下走 如果不是她 我早就放弃了 听了这话 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 觉得这个男人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男人 但也有不少人被这个女人感动 因为她的乐观阳光 成就了一个男人 也成就了自己的幸福 很多时候 其实男人比我们想象中要脆弱得多 他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 更容易绝望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女人在他们身边 照顾他们 鼓励他们 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所以 如果你想要成为男人放弃不了的女人 就要先让自己阳光温暖 亲爱的姑娘 男人在选择一生伴侣的时候 往往不会把身材容貌放在第一位 更多的是考虑灵魂和内涵 而对于女人来说 永远不要想着怎样去取悦男人 而是努力做好自己 这最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做最好的自己 而不是别人眼里最好的你 让自己优秀 强大 幸福 乐观 相信 这样的你 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也会让你爱的男人 永远放不下你 什么是时时物者为俊杰 古代解释的意思是 认清时代的流逝 才能成为出色的人 这句话 出自三国诸葛亮传 襄阳记 同时 这句话另一层的含义是 时时物者 在于俊杰 此间有卧龙 奉除乎 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时时物者都是聪明的人 而聪明的人 就要认清当下的形式 不要好高骛远 做出一些得不配位的事 同时 人又要有自知之明 老子十三章 曰 知人者智也 自知者明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 要以正确的态度和眼光 认清自己的能力与实力 不要自以为是 忘乎所以 正所谓 自知之明者是智慧 忘乎所以是愚蠢的 怎奈 现代人没有几人 能达到老子圣贤般的境界 大多数自私贪婪 忘乎所以 摆不正自己的地位 摆不正自己身价和地位的同时 又不懂得自己配拥有什么 而是疯狂地索取什么 同样 在感情领域中 这类人不懂得情感付出 只知道无度索取 并且严重地得不配位 什么又是得不配位 意思指 一个人的德性 无法与之自身生活的社会地位 及享受的待遇相匹配 换言之 这句话的直观意思 就是你想做什么事 或想获得什么的时候 要审视一下自己 有没有那个资格 你的德 能不能配上你的位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三种女人和二种男人不要碰 他们在爱情界 被称作为持名双标 以下几种男女 思想品德有待提高 所以你的伴侣类型 如果是以下几种 那么需要你自己 好好斟酌一下 不过最好还是尽量远离 不要碰 首先说的是三种女人 第一种 结婚前温顺向小猫 结婚时过度索取彩礼的女人 不要碰 说到彩礼 又不得不说到人性 人性就是贪婪 没别的 在面对利益的时候 没有最贪婪 只有更贪婪 恩爱的小情侣 结婚前你浓我浓 不分你我 畅想未来的美好 可是涉及到结婚的流程时 往往会露出 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这时 个别女方完全忘记了 双方的感情 而是把所有精力 都放到了彩礼上 有一句话叫做 你不给我这么多彩礼 就是不爱我 十万 二十万 四十万 六十万 一百万 哎 可能真的用钱 才能证明 那么男方拿出钱了 请问你拿出了什么 现如今 天价彩礼比比皆是 比如之间前有 为网友透露 自己认识的女性 张口就要一百万彩礼 当然 她只是普通百姓 虽然学历略高 但也有点得不配位了 那么当女方不顾感情 要出了超过一定数量的彩礼时 建议男方也不要感性了 而是应该保持理性 对方要五十万彩礼也好 一百万彩礼也罢 你要审视一下 对方的价值 值不值这个价钱 换句话说 你要看对方的德能 不能配上他的位 如果对方有满腹经伦的才华 能创造超过这些彩礼的财富 那么别说一百万彩礼 你若有通天彻地之能 可以创造出富可敌国的财富 那么再多的彩礼也值得 换言之 如果对方德不配位 不值得这个价 说实话不建议继续相处 这时 不要讲感情 因为对方如果讲感情 就不可能要天价彩礼 对方只是单纯的索取 所以 你也不必讲感情 这类普遍现象 我们可以用没有自知之明几个字来概括 更有甚者 要出五十万彩礼 还要求男方在房产上加女方名的 并且女方半分陪嫁没有 那么 我们可以用不识实物来形容 以上种种行为 在爱情界 我们统称为持名双标 也就是说 这类人比较双标 既要这 又要那 然后自己一无所有 无学识 无才华 得不配位 那么针对此类人 建议还是不要碰 当然 只是建议 取舍自己决定 第二种 无理取闹 过于做 过于刷存在感的女人 不要碰 很多男人抱怨过 我真的受不了我女朋友 或者老婆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常无理取闹 莫名地冷战 半个月不理人 不管谁对谁错 都是男人的错 怎么也哄不好 好 那么这类人的行为 我们可以用个做字来形容 做的动机和目的 也就是刷存在感 刷刃同感 让男人把焦点 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 换言之 也就是想让男人 围着他们转 如果深刻剖析的话 虽然做 是希望男人更爱他们 但这并不能成为 他们做的理由和借口 在深层剖析的话 所谓的做 也就是自私到了 不在乎 男方焦急感受的心理 这是一种 没有自知之明的行为 也就是说 不懂得分寸 只要不开心 就会各种做 同时也是认不清 形式的一种心态 利用无理取闹 冷战等各种方式 让男人低头臣服 同时也是一种 得不配位的表现 而能让男人 甘心情愿 臣服的女人 只能是那些 满腹经伦 有才华的女人 至于外表 颜值和各种心机的 无理取闹 只会把爱人 越推越远 这类人 同样属于 持名双标 既无理取闹 做到天际 又要让男人 臣服于他 所以 这类女人 不要碰 建议远离 因为结婚后 会有很大的弊端 男人将得不到理解和爱戴 当然 这只是建议 仅供参考 第三种 让你无条件爱她的女人 觉得你爱她就是应该的 曾有一个女人 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不是我男友吗 她不是我爱人吗 她不是很爱我吗 既然爱我 为什么不能包容我 既然爱我 难道不应该对我好吗 既然爱我 就算是我冲她发脾气 她也要爱我呀 对于此类双标的思想 目前没有太过合适的词汇评价 如果大家偏要形容 只能说 精神领域的智商有待提高 当然 并不是说他们智商低 爱情是你爱我 我爱你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你爱我十分 我爱你二十分 你陪我受苦受难 我还你一片江山 好的感情 是互相为对方着想 而不是单方面地认为 你是我爱人 就应该无条件爱我 你是我爱人 就要包容我的缺点 不包容就是不够爱我 这种思维的人 走到最后 有99.99%的概率 成为大龄圣女 天天抱怨没有好男人 却不审视自身问题 所以 这类性格的人 也可以说是没有自知之明 认不清形式的人 也许认清后 才会收获美好爱情 如果你的爱人 有这类自私的想法 建议不要碰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爱 说完了三种女人 下面说 不要碰的二种男人 第一种 促使你婚前怀孕 压榨彩礼 或不给彩礼的男人 不要碰 此类人不能用德 不配位来形容 应该用没有武德 没有道德来形容 如果是真心爱你的男人 在你怀孕时 一定把你当作珠宝 捧在手心里怕飞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如果一个不是真心爱你的男人 或者根本就没把你 当成老婆的男人 他们通常会在你怀孕的时候 压榨你的彩礼 比如你只要了三万彩礼 因为你爱他 你心里想的是 彩礼意思下就可以了 然而 对方却在你怀孕后 一分彩礼不给你 目的是利用你怀孕后 非他不嫁的心理 省下这笔钱 这类行为能让女人心寒一辈子 同时既想抱得美人归 还想空手套白狼 那么这种思想 我们可以统称为 持名双标 这类男人 建议不要碰 第二种 没能力还飞扬跋扈 狂妄自大的男人 不要碰 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 没有自知之明 得不配位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实力的愤怒 毫无意义 所以 当自己狂妄自大的时候 要审视一下 自己有没有狂妄的资本 有没有对应的实力做支撑 如果没有 总有一天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再者 就算你有能力 如果太过狂妄 也终会有栽根头那一天 男人从古代繁衍至今 在部落一直起到的是主导地位 发展至今的现代社会 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 同样大于女人 虽然女人现如今的能力 以及实力也很强 但是在特定的场合 和遇到特殊事件时 或许还是需要男人出场解决的 如果一个男人没有让人信服的能力 或者特长的一方面 对待婚姻爱情或事业 没有责任心和上进心 并且不懂得关爱心爱之人 或者把游戏看得比爱人还重要 亦或者能力不大 回家还耍微蜂窝里横 嚣张跋扈 狂妄自大 没有自知之明 难免会遭人嫌弃 那么这种男人是不建议碰的 因为跟这样的人生活 几乎没有幸福的可能性 应该远离 当然 还有很多种男人不建议碰 这里只是挑了最常见的两种类型 总之 人活着要有自知之明 要有高尚的品德 有修养有内涵 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才华来判断 可以匹配上什么样的人 或者能做多大的事 而不是做一个目中无人 嚣张跋扈 得不配位 持名双标的人 最后再说一句重点 不管男女 外表 身材 颜值这三样都是最容易贬值的资本 要想揽住瓷器活 必须要有金刚钻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